主料,羊肉500克,主料,香菜50克,自然粉15克,自然粒10克,辣椒粉10克,花椒粉5克,生抽一勺,盐3克,片粉10克,出白蒸满20克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所需要的食材,羊肉事先用温水泡半个小时, 然后,洗净些粗丝,切好的羊肉放入淀粉和生抽,抓鱼后放入孜然粒,放入孜然粒后,抓鱼后腌制时,香菜摘起干净,备用,锅烧热倒入少量的油,放入羊肉搬炒,羊肉变色后,该小火慢慢炒干羊肉的水分,放入点炒匀,放入辣椒粉,自然粉,花椒粉翻炒均匀,撒入白芝麻翻炒均匀,炒好的羊肉盛入, 煮沽满香菜的盘中,烹饭技巧,羊肉在温水里浸泡几个小时,半小时坏刺水,可以去除羊肉的一些膻味,腌制羊肉的时候,放点淀粉,肉却会更难,但是不要放太多,太多会影响肉肉的口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